哈囉我是Cati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 我差點被外國網站坑了 兩萬台幣的故事 希望這個故事呢能夠給大家一個警惕 就是請你上網買東西 收到包裹開箱的時候 千萬記得要錄影 這真的是血淚的經驗 一定要記得錄影 我自己因為已經網購十幾年的經驗 然後跨國買精品的經驗也非常非常豐富 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問題 直到這一次真的是踩到一個大地雷 錢真的差一點追不回來 我先跟大家講最後幸好我錢是有拿回來 但那是已經在我半威脅的狀況下 他們才願意給錢的 所以這次的經驗是真的 非常非常的讓人不愉快 我就直接從頭開始講好了 差不多是今年七夕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說 買個情人節禮物送給我老公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平常是從來不會送情人節禮物的 我那時候就想說 買個情人節禮物送我老公 他一個圍巾 我看他從我一開始認識我老公 他就圍著同一條圍巾 到現在 然後想說他圍巾圍巾那麼久了 我買一條新的圍巾給他 然後就上了Selfieges的網站 找找找看了一條Gucci的圍巾 覺得很適合我老公 我就買了 然後那一條他也是Cashmere的 所以是比較貴的系列 折合台幣差不多是將近兩萬 然後要再加上進口關稅啊什麼的 所以他整個晚稅價是超過兩萬一點點 然後正好收到包裹差不多就是七星的時候 我就直接整個包裹沒有拆拿 給我老公說 這我送你情人節禮物你打開吧 然後他一打開 我兩個當場傻眼 那不是我買的東西啊 他雖然一樣是一個Gucci的圍巾 但是那個完全不是我訂的 而且那個看起來就是檔次很低 然後我就馬上 就連整個抽出來都沒有 我就馬上把它塞回箱子裡了 然後我就拍照 跟客服說我買的是A圍巾 結果怎麼會收到B圍巾不一樣的 那客服就回我說我這個跨國的 只能做refund不能夠換貨 我說好吧那就幫我退款吧 那請問退款的話我支付的關稅會還給我嗎 然後他就說這是他們寄錯東西 關稅會一併退還嗎 我就好把東西放回原來的盒子裡面 再封箱然後再上他們網站申請退貨 然後就流程就是他們的快遞人員來收回來 再寄回英國 接著呢 我就收到英國那邊的來信 他就說收到我退回的圍巾 然後說東西退回去他們都會有一個 檢查的程序 看他是不是在一個可以重新販售的狀態下 然後他們也有檢查到 我退回的東西是不正確的物品 然後後面 他就說他沒有辦法幫我處理我這個退貨 他東西要退回我這邊 然後請我確認地址 是我要提供一個新的地址 還是要讓他們退回原本的收件地址 然後因為他信裡面主要就是提到兩件事嘛 就是東西是不是在一個重新販售的狀態 然後還有他說我寄的是錯的東西回去 那我再來我就回信跟他說就是 你們寄錯東西了 然後我退回的東西就是你們寄來的樣子 我完全沒有用過 再來呢我就又收到他的回信 他就先道歉啊說給你造成任何不便啊 然後說他們在包裝寄件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反正完整的檢查流程嘛 確定東西怎樣的 然後呢說同樣的在退貨的時候 他們一樣會有這個流程 接著呢就是說我退回去的包裹一樣 也是有這樣子的流程 然後他們的檢查人員就說我退回去 是一個錯誤的東西 然後他們檢查了他們的 就是整個庫存是沒有這樣商品的 所以他們不可能會寄錯 這一個東西給我 所以你們自己庫存有物 怪到我頭上囉 就是這真的是你們寄來的東西 然後他說他們沒有這個庫存 所以不可能會寄這個圍巾給我 我這到底是什麼樣子奇怪的邏輯 謬誤 那接著他就繼續跟我說 他沒有辦法把這個產品退錢給我 他需要把東西還給我 請我確認地址嘛 然後我就有一點抓公 就跟他說 就是你現在跟我說你們沒有這個的庫存 可是我就是收到這個 就是你們寄錯東西了 請你要把錢退還給我 我不接受你把東西寄還給我 然後接著他就跟我跳針 就說他們的東西寄出啊 跟退貨都會有一個檢查的程序 然後他又重複一遍 他們並沒有這條圍巾的庫存 就是好像他們並沒有 進貨這條圍巾 所以不可能把這條圍巾寄錯給我 我怎麼知道你圍巾哪來了到底 然後最後他又重複一遍 就是請我確認地址 而且他還下了最後通牒 就是說我再不給地址的話 24小時之後他就會把圍巾寄回到 我原先的收件地址 然後我看到這封信啊 就抓公了 我連阿公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且他又在國外你又不能訴諸法律 這樣很麻煩 你又不能找消保官 我就只好 威脅他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 做的有一點瑕疵的地方 可是我真的沒有辦法了 我就先跟他解釋一遍就是 明明就是你們自己的庫存系統出問題 你們應該是要去檢查你們的庫存系統 或者是如果你收到的東西是已經有瑕疵 我沒有用過那你要檢查你們的寄貨流程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先跟他講這些 然後 我就說請你退錢給我 接著呢 我就只好撂話說 我是youtuber 然後給他我的頻道連結 然後還有我的facebook粉絲團的連結 跟他說我是一個有經營自媒體的人啊 如果你們不好好處理這件事情的話 我會盡我所能的 讓所有人知道這件事 或許你會想要把這一個事件 報告給你們的PR部門 我就是這樣子 稍微的威脅了他一下 接下來我在收到的信呢 就終於沒有在跳針囉 他跟我說這件事情已經升級到 是Customer Relations在處理了 說他們又把我的包裹 送回去什麼檢查什麼挖哥的 然後說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再回信跟他聯絡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好那後續有什麼更新 請麻煩再跟我講 接著他又回信說 抱歉造成了不便嘛 反正之後會再跟我更新 最新的狀況 再來隔天呢 我就又收到這個Customer Relations的信 說他們經過 詩密的思考呢 決定要幫我翻案 謝謝喔 真的是 我那時候看到真的是想說謝謝喔 說決定要幫我翻案 就是要把錢退還給我 而不是把東西丟還給我 那接著說但是呢 因為東西是他們寄出去在做檢查 所以東西現在不在他們手上 等於說他要等東西再寄回來給他 有東西在他的手上 他才能夠幫我處理這個退款 接著在大約兩個禮拜之後 我就收到他們的來信說 退款完成了 那一樣又是那個什麼 什麼抱歉招成你們的不便 有什麼問題可以再跟我們聯絡之類的寫屁話 如果今天我沒有頻道 我沒有經營我這些社交媒體 他們是不是就真的會強迫我 把這個不是我訂購的爛圍巾 吞下去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嗎 這真的很可怕耶 所以 你怎麼可以因為你們自己庫存有問題 寄錯了東西 然後就要客人吞 我當中來信的時候 最後還有跟他說 就是你們出貨有沒有錄影 就是你們有沒有任何的證據 證明你們寄出的是正確的 我就算沒有開箱錄影 我好歹收到的時候 我拍了一張東西錯的照片 你們有沒有一個證據說你們寄出來的是正確 他沒有 他就一直跟我跳針一直跳針一直跳針 然後就這樣子逼我吞那個兩萬塊 然後收一條爛圍巾 就是 我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生氣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拿過我自己的頻道 什麼的要去跟人家做交換條件 或是要威脅別人 或者是想要拿我的頻道來得到什麼東西 從來沒有 可是我這次真的是不得已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了 我真的沒有別的招 我才把我的頻道拿出來說 如果你們不給我退錢 你們不好好處理這件事情的話 我就會利用我的頻道 利用我的social media 利用我自己說能夠做到的 來把這件事情公諸於眾 我才這樣講 就是對於我自己要使出威脅這一招 才能拿回我的錢 我真的是 很生氣 我堂堂真正的上網下單 付錢 付關稅 收到東西 打開錯的 我馬上拍照 然後又黏回去還給你 然後你跟我說 你們沒有這個庫存 然後好像 懷疑我是小偷 買貴的圍巾 退一個爛東西給你 然後拿回我的錢 一樣 所以就是 好太激動了 所以就請大家 你在網購的時候 開箱一定要錄影 他們沒有直接講 可是其實他們的意思就是 我根本沒有賣這個東西 我們根本沒有 進這一條圍巾的貨 怎麼可能 寄錯這一條圍巾給你 他媽的一定是 你給我 亂塞一個東西 跟我說要退錢 他們 他們是不是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大家請記得齁 網購一定要自保 尤其是跨國網購 又更尤其是跨國網購精品 喔 這種事情我真的不想再遇到第二次了 但是就 Selfridge買東西 就真的太方便 我現在還是有買 可是覺得這件事情 就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然後 Selfridge最近 我看產案蠻多的 就是他們好像很容易 寄錯東西 或是我看到有人寄過 什麼東西被用過 什麼的 反正就是 好啦 開箱的時候記得錄影 基本上這是我們 唯一能做的 自保的動作 好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 差一點 被坑了兩萬塊的 血淚教訓 我以後 開箱比較貴的東西 我一定會錄影 那希望這支影片 有幫助到大家 那也期望 大家都不要 遇到像我這樣子的狀況 這種狀況 真的是處理起來 超級累 超級氣 每一次看到他那個 跳針的回信 你知道腦袋 就像被雷打到一樣 就是會那種 熱熱 非常非常生氣的感覺 所以 希望大家都不要 遇到這種狀況 那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